十年谈指一回间,王一博从一个稍许叛逆的小屁孩,怀差们想一路跌跌撞撞的走来,到今天依然是内于当之无愧的顶流,货真驾驶的明星,其涉猎范围之广,成就之高,更是难以忘记向背。 那么,王一博的成功,有无规律可循,有无经验可见。 其实,王一博早就将成功的秘方公布于正,就是他的三首年终总结区。 那就请跟随喵猪一起揭开王一博红透半边天的终极密码。 三首歌,三个台阶,三种境界。 第一首无感,别做任别人操控情绪的木偶,对负面评价,保持无感不理不睬,破碎的刺痛的。 被攻击被嘲笑挑衅,无感是将伤害最好的回击。 无感自我勇敢的心,设计而上,逆风飞翔,向上的路总是荆棘从深。 历史乱历,这里有草窗的艰辛。 打拼的搓磨,无人混精的凄凉,手足无措的彷徨。 好不容易于千斤万马中杀猪重围。 登顶分颠,但高处不声寒的诡诀多诈。 身色缺马的腐蚀清袭,极度羡慕的暗流涌动。 所有这些都会让一个前行的人跌落尘埃。 那怎样安然度过折服期的季风冷雨和高光时的名利枷锁,而能让自己行稳置眼。 所以,无感解密的第一个密码,就是态度对心酸融入毁欲得失的态度。 对自己的苦难无感,对他人的公结无感。 对荣誉无感,对毁败无感。 当把所有干扰行件的内在坏下因素都毫不留情地抛弃掉,而只留存一条直通顶分的近期路。 这样的人又怎会不心向事成。 第二首,我的世界守则。 欢迎你们来加入我的世界。 入场券上面有正义的光源。 此生面对严厉又仁慈的一切。 轻松一点我们一起度过暗夜。 经个征途,愚蠢的不好相处。 愚蠢的不会打住,但衬托明天更耀眼的路。 我是我的样子,我生来就固执。 讲自己的故事和独特的气质。 Follow me找到自己的价值。 不去迎合别人活才会觉得有意思。 我的世界不退让,我的世界不退让。 人心天地间,各自奔虔诚。 有甘心随波逐流的。 有意要识破天津的。 有敏燃住人的,自然也会有超绝出城的。 这就要看自己的选择与坚守的是什么。 而想要在盈盈众生中。 脱影而出,就必须有自己独手的LOGO。 其个性、气质与边界。 心怀正义,不卑不亢,积极进取,顽强坚韧。 划定自己的灵魂王国,坚守原则而绝不退让。 我即不会越界,赶出伤天害理之势。 更不允许你肆意践踏我的安宁小河。 所谓的我不犯人,但已坚决抵抗别人犯我。 只要踩踏到自己世界的红线, 那就坚决反击,绝不叽叽歪歪,拖泥带水。 所以,我的世界首则解密第二个密码,笔线。 而王一波以一个25岁年轻人的身份, 就早早认识到笔线的重要性。 也在基于此的基础上, 为自己制定了对人对事对矣的规则。 对人以善为本,以成为纲。 对事以静为耻,以情为法。 对己以律为则,以搏为根。 这样的人清醒通透,大观其勉,自律修身, 都源于岂能坚守底线的缘故。 人的成就是建立在底线上的。 一个人只有守住底线, 才能获得成功的动力与成功的人生。 第三首像阳光那样, 时光偷偷经过像花瓣坠落。 我曾赶了很久路,你做了很久梦。 能交换真心就已过冬, 许多孤独夜晚向落叶漂流。 可他总有办法又藏心在枝头。 我们会遇上像世界会如常。 我手上里有送你的营火, 沿途捡得一些快乐。 记得喵猪初听此歌时, 突然就泪流满面。 在那一刻, 喵猪从未如此明确地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喜欢王一博。 会为了王一博在为五斗米折腰的销缩里, 还恳不顾满身疲惫而首一盏波登写一间文字。 因为王一博告诉喵猪, 这世界可以支离破碎, 但总有人愿意去修修补补, 给寒冬送去春的消息, 给沙漠带来水的清凉。 王一博这一路行来, 有多坎坷, 有多曲折。 世间所有的苦楚常变, 城市所有的艰辛利尽。 当一个小小少年躲在角落里静静地说出, 我没有被团结的价值的时候, 你就会知道他曾经有多痛, 有多苦, 心上的家有多厚。 但就是这样的一个伤痕累累的区窍, 却能够说出这世上最温暖柔软的话语。 仿佛苦难于他, 不过是另一种打磨, 另一种奖励。 因而, 像仰光那样, 解析了第三个密码, 信仰。 经历风雨的彩虹彩最陷烂, 苦难比例后的灵魂才最纯粹。 圣尔东西南北, 我自困然不动。 无论何时何地, 只要心怀信仰, 未来就一定充满希望。 马克吐文曾经说过, 信仰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 你看, 成功多么简单, 只需要满足三点。 泰山奔于前, 耳色不变。 明露心于左, 耳目不顺地从容淡然的心态。 屈目不可惜, 念忍三日姬。 喜好不可识地不忘初心地坚守。 偏行剑, 君子已自强不息。 历史坤, 君子已厚得在乎的悠然高远的格局。 但实际操作起来, 能做到其一已属真品。 能横跨其二已然精品, 但能兼具其三必是绝世孤品。 所以, 王一博的成功密码有名其技。 可望可躺, 可思但不可及。